今天来讲一个话题,无人机黑飞。 最近刷到了这个视频,一人将一架自制无人机飞到我国限制空域之上,为了不被举报,还虚假声明这是国外空域合法飞行。 那么,今天就来告诉你,找到你在哪有多简单吧,并通过航空数据分析,你的行为,究竟对航空安全造成什么影响。 该视频一共有五个航拍镜头,通过镜头伊丽山的形状,我一眼就能分别出这是喀斯特地貌。 该地貌在我国分布最广,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,假天下的桂林山水就是喀斯特地貌。 随之,通过他的其他航拍视频进行图片识别,不难得出他经常在广西的利浦市附近活动。 因此,很轻易我们就得到了第一条重要线索,拍摄地很可能就在广西的利浦市内。 接下来,我要感谢一下您飞那么高,第一三四五个镜头非常好找,果然简单对比一下利浦的地图,就找到他们的出处了。 第一个镜头,就位于利浦市区西南侧的利浦河上空。 这座山对应这座,山脚下的村庄是这里,反光的河面,以及旁边的厂房在这里,就连远处山的形状也对上了,确认是这里了。 第三个镜头,位于利浦市新平镇上空的云层上。 镜头下方的是湖北高速,这里是安民村,附近田间的路都对上了,确认是这里了。 第四和第五个镜头就更简单了,就位于市区上空的云层之上,这里是汕坤高速的利浦收费站,这个河流大拐弯就更明显了,一眼就看出来了。 因此,几乎所有的镜头,都因为它飞得高而找到了,都确认在利浦市内了。 唯独第二个镜头,飞机从村庄低空掠过,很难通过地图对比,找到这村庄在哪了。 你们要知道,利浦市总面积超过1700平方公里,接近整个深圳的面积了,下面管辖着十个镇三个厢,以及无数的村庄。 单纯想通过这个镜头找到它的位置,其难度相当于在深圳这个钢筋水泥森林中找到一栋房子的位置。 但这起飞姿态,村庄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它经常活跃的地方,而且秉承着查全的严谨风格,我必须找到它。 不过,好消息是,山头上有太阳,那么,这拍摄时间不是早晨就是傍晚了。 再看村庄的房子,一部分朝向拍摄位,而另一部分朝向左侧。 那朝向拍摄位的很明显不是朝东就是朝西了,因为太阳就在前面。 而朝向左侧的房子,按照南方房子作为朝南的传统,这些房子的朝向应该是南。 因此,拍摄的前方是西,太阳正在下山,时间为傍晚。 这时候我就猜测,傍晚时分往西边飞去,飞行姿态很像起飞,而且拍摄点345就在市区附近,三点几乎形成一条弧形的线。 那么,我有理由猜测,第二的镜头很可能就位于弧线的东边。 这样的话,它向西飞拍摄点345方向就没错了。 继续来看镜头二的两个园景,南侧的前方有一座高高的山,而西侧的前方是一片片的安树,山形普通且不高,前方除了山雨林,没看到什么村庄或建筑。 随之,我就在湖县的东侧附近,专门排查普通山林东侧山脚的村庄,而且边排查,边河对南侧是否有这样的高山。 经过排查,南部符合猜想的地方都合对了,然而没找到符合的。 王北就进入了特色喀斯特山形区域,这与拍摄的场景不符,因此不对。 在王北就是平地和市去了,也不对。 继续王北走,就更不可能看到这个南侧的山了,取而代之看到的应该是喀斯特山形。 因此,单纯靠猜想,还是不靠谱的。 我们需要的是科学严谨的方法。 先来分析下这五个镜头的时间。 镜头一太阳已经下山,只有微光浮照天空,估计马上就要天黑了。 镜头二太阳正在下山,阳光还能照射在房子上。 而镜头三四五围中午前后,影子正好就在云之下。 因此,这几个镜头根本就不是同一时段拍的。 第一个镜头的拍摄时段最晚,这反而是我最需要的镜头。 一般来说,无人机航拍是很依赖目视飞行的,特别是这种自制的固定翼无人机。 因为不像悬翼无人机,可以垂直起降。 因此,此类固定翼无人机很大程度,需要在有光线的条件下进行起降。 而镜头一的太阳已经下山,给它的时间应该不多了。 因此,我有理由推测,它此时的航向是回家的。 随之,我就根据镜头一中飞机的航向,划了一条直线出去。 接着,我把视角调节到飞机差不多的高度,沿着这条直线,一直朝夕排查,理论上我就会有机会匹配到与镜头二远处山形的轮廓一致的山头。 果然不出所料,不久,我就找到了非常相似的山形轮廓。 经过细心微调,把镜头二的山形与地图中远处的山形调至相同。 接下来,从太阳的方向,往我视角的这一边,再画一条直线过来,并往后延伸。 也就是说,我沿着这条线,视角朝南侧并东西位移,理论上就能排查到镜头二中远处的山了。 往东侧排查,没有,都是喀斯特地貌山形。 直到我向西排查了很远很远,终于给我找到了这座山了。 山的轮廓极其相似,如上一步一样,微调并无限接近镜头中山的轮廓,并从南侧画一条直线过来。 那么,通过推理并测量,确定镜头二中的飞机,此时就飞行在这个焦点的附近。 从航拍可知,飞机的这个镜头是离开村庄后向西飞行并拍摄的。 因此,理论上,我们要找的镜头二中的村庄,就位于焦点的东侧不远处。 向东排查,果然在第一个村庄就发现了可疑的目标。 这两条路对应这两条,中间的树在这里。 远处的房子也对应上了,基本可以确认是这里了。 为了直观,我还特意搜索了一张航拍图,这房子一看就知道我们找对了。 可以确认了,这里是广西利普市大唐镇的苏杰村,所有的镜头都找到了,都在利普市内,而并非他说的国外。 那么,问题来了,它的飞行是否会影响到航空安全呢? 查看无人飞行器线飞地图,其实,利普市并不在线飞区域内的,但是前提是要遵守120米的线高法则。 很明显,它并没有遵守到。 例如,经过地图角度调整可知,要拍摄到镜头一重栏叠仗的效果,飞行高度需要在400到500米之间。 而镜头二,要拍到南侧两排山视线等高,飞行高度需要在520米左右。 这些都已经突破120米了,就更不用说后面冲入云层的了。 因此,前两个镜头已经违规违法了。 而镜头三中,近处的这座山峰,海拔约1252米。 如果山峰与地平线持平,那飞行高度大概在1500米左右。 问题是,随着无人机越飞越高,山顶已经在地平线之下了。 按比例拉伸,估算当时飞行高度在2300米左右,而且视频中它还在持续爬升。 查看航空数据网站,利普市上空就有很多航班经过,还好大多数都是正巡航在1万米高空的客机。 但是,别忘了,利普市附近有两个民航机场,一个是桂林两江国际机场,距离利普市区80多公里。 另一个是柳州白莲机场,距离利普市区大概110公里。 两座机场几乎都是南北走向的。 也就是说,广西东南方向的来往航班,都有可能经过利普市的上空。 如吹北风的时候,来自东部的航班就需要绕行利普上空,在自南向北降落桂林机场,这在冬天非常常见。 此外,夏季的台风扰乱了风向后,也会出现北风。 比如最近的台风塔8,尽管它还没有登陆,但是广西大部分地区已吹着顺势北风。 而利普上空,也仅仅一两公里每小时的东北风,完全不影响飞无人机。 然而,9月8日,海口开往桂林的B-1731次航班,就是低空经过利普上方,降落的桂林的。 途径时的高度只有12000英尺,对应3600米。 那请问,你的无人机飞到2300米还要爬升,你的私欲是否建立在100多人生命安全之上呢? 更何况,类似的航班还有不少。 全赖各国各方的努力,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出现明确无人飞行器,撞击民航客机,导致坠机的事件。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,不会成为第一个因此而吃花生米的人吧。 下课